人家說淡水龍和翁酒和翁蝦蝦在10年前就已經在臺灣 大部分都在臺灣 不過因為用時的技術非常高 成功的紀錄大部分都在三下左右 所以用時的規模一直沒辦法抗帶 不過透過電明社的電台 經過不斷的研究控制水質 讓成功的紀錄達到九下 因為今年海水的產量就比較少 所以淡水養殖的話今年就好像比較不錯 所以整個市場線的話 我們是比較抱持比較樂觀的心態 今年大陸那邊也蠻熱的 對啊 就訂單過來一次就有100萬 有170萬 就兩筆 兩筆單子就很大 今年這麼多的道理是龍蝦和民生標示 全球的企業變化很大 海水的無量很嚴重 亞生的龍蝦素量已經減少很多 更加讓用時的龍蝦 變成市民上非常受歡迎的海傘 像他還沒遲到可以出貨的海傘 就一定有餐廳 路肯要約定 他跟我講是說 他一個月的龍蝦產 龍蝦的那個賣量差不多在120萬至140萬 這樣你有貨就送嗎 他是有說有貨就來沒有關係 因為水質控制得好 所以他們刺出來龍蝦的鴨鴨也比外國外 便根本每個人在600-700萬左右 比起再來其他業者 大大有400塊的價值 賣出很多 目前台灣刺起來的蝦就是黑色 黑綠色 綠色 大多數都是這種色 你要說整圖都是水藍色的 那一定有它的秘密 所在 價值如果水藍色的目前是應該是 一斤差不多在七八百塊左右 那差不多在四五百塊而已 那我們呢 我那差不多要七八百塊 因為他這個 要富裕很大的江湖 他到我們水藍色 其實他們經過很過的失敗才有現在的成果 不過他們現在真有信心 可以讓這項三鴨 帶他們帶來很好的烈順 記者大家聰報到